第四十九届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 现在开始 有些事情就像氧气 无所不在 我们毫不在意 慢慢的孤独变成一种习惯 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电视就像家人 像老朋友 给我们不可复制 不能取代的时光 电视使我们分享快乐 分享泪水 分享甜蜜 电视让我们在一起 其实从小时候开始呢 我叫每个人都是有一点电视耳朵的景象 所以电视在我们成长过程中 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说到电视 我跟全台湾的民众一样 超级爱看电视 我外头每次都叫我电视耳朵 小的时候就是常常 不管是在周六或周日的时候 等你就是自己 我们期待的节目 综艺100 打打打打打打打 人同事件 百战百胜 还会跟着妈妈来看那个杨栗花 什么都在 我觉得回到家里 然后摆电视机 好像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 应该是说我们全家人 在那个时候是能够 大家聚集在一起的一个时间 感谢今天电视节目呢 所提供的 不管是正向或者互相的诸多报导 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节目我想 超级星期天 五灯奖 里面很多单元我都很喜欢 它让我们台湾所有的不同的才艺被重视 以前不喜欢吃饭 谁要怎么知道长大吃那么多 不喜欢吃饭 所以金钟奖 特别感谢文化部大家长 龙英台部长清零现场 为所有电视人鼓励 非常欢迎龙部长的到来 感谢你 感谢你的支持 请就座 同时今天现场还有许多资深的 电视圈里面的演艺前辈 前来这边呢 跟我们共襄盛举 这位要特别特别的欢迎他 他是张宾玉阿姨 欢迎 已经八十八岁了 对不对 他指着我 说我透露了他的年纪 像你这个死小子啊 他二十年前演过《我娘》呢 还演过《我娘》呢 另外还有其他的 还有很多资深的朋友 是 来 继续介绍 资深电视制作人黄英雄寇 扩桑 好 扩桑 扩桑还没有到 是 但我会特别的介绍他 好的 因为他是我干爹我知道 还有长风 长霸 长霸 嗨 王爵 王叔 王叔好 王叔好 好 王叔好 身体真好 以及刘影湘 刘阿姨 刘影湘 刘阿姨好 嗨 刘阿姨好 余嘉安 余阿姨 余阿姨 你好 感谢这些资深前辈们 都来到现场观礼 非常感谢各位的丽玲 资深的前辈还不止他们 我们现在有节目的长度 我们两个身负重任 一定要在十一点以前结束 是 希望大家不要给我们压力 好不好 今天全程会在中视 还有中视综艺台与HTV频道 还有中天综合台 亚洲台 中望电视现场直播 以及公共电视HTV频道 全程互动播出 是的 在广播电台方面 由亚洲广播家族进行直播 另外呢 今天很特别的是 观众朋友可以透过下载 金钟奖的2014APP 可以全程手机APP哦 可以上金钟官网 以多视角来观看 这次典礼的每个不同的现场 是 而且画面可以由观众自行选择哦 这是台湾大型典礼的首次尝试 没有错 今年虽然不是第五十届金钟奖 但是第四十九届 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 就是要跟以往 不一样 希望大家今天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 没错 好的 金钟奖即将迈入五十年 第一组颁奖人 他们两位在电视圈就待了将近四十年 台湾电视室 他们占了三分之二的岁月 我们要欢迎电视圈里面的国宝级人物 是 欢迎资深名摄影家庄灵大哥 另外一位是掩而优则导的民族英雄 梁秀胜导演 欢迎他们两位 欢迎 大家晚安 晚安 我和庄林兄 我们颁的是最佳剪辑奖 最佳摄影奖 现在我们先看一看 这个最佳剪辑奖 等一下 梁导 您还没说话呢 怎么就颁奖了 我们是第一组颁奖人 是 我们不要说太多的话 如果说的话没有什么意义 剪辑师是会把它剪掉的 哦 是这样 您话说得好 而且非常的简洁 可是您这么一说啊 让所有的剪辑师啊 就没有发挥的这个余地了 不可能 不可能 待会得奖的那位剪辑师啊 他上台领奖啊 他就可以好好的发挥了 是 畅首预言 对对对 最佳剪辑奖 入围的有 剪辑奖 入围的有 安邦 郑兴凯 主桌 老灰狼影片制作有限公司 柯文立 公式学生剧展 自由人 阿荣企业有限公司 范杨仲 林新明 公式人生剧展 回家的女人 财团法院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陈博文 李怡山 青春的晋级 关于二十 以及财端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然后他没会把他当成说 这个年轻人现在好像在社会上乱象 你知道吗 杨首预 林新明 台湾客战部队 新加坡商全球技术有限公司 台湾分公司 如果他怕水 就等着被淘汰 好 四十九届金钟奖剪辑奖 得奖的是 陈博文 青春的晋级 杨毅山 恭喜 恭喜 不同世代人士谈论青春议题 本就有许多不同的论述 事实穿插受访者成长 背景或当下生活影像 有条理的编辑 展现出剪辑上的用心与功力 从前段的铺沉到后段的收尾 掌控完美 我们其实没有料到今天会上台 所以我现在有点紧张 我要先谢谢就是各位评审 然后谢谢公共电视 然后还要谢谢 五米森导演拍了一个这么好的影片 然后再来要谢谢就是我的 简介的启蒙老师 陈博文 陈师傅 那另外我要谢谢 我的影像的启蒙的和平导演 然后在一路上教导了我很多事情 那我现在还在努力地学习成为一个好的创作者 那我觉得除了谢谢各位以外 还要谢谢就是所有的电视或电影的观众 谢谢 我们接下来颁发第二个奖 是最佳摄影奖 专丽兄 您是摄影界的专家大师 不敢当 您一定有话要告诉这些摄影的摄影师的后辈 还有热爱摄影的朋友们吧 不敢 我觉得所有在电视上播出的节目 不论是新闻 戏剧 众议 还是外景节目 他们必须要通过摄影 才能有最好的表现 一个摄影师 他的技术 跟他的这个创意 不但决定了画面 影像的这个品质 而且他还能让整个的节目 是否能够更上层楼 获得更高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在我们是不是就颁发 今年的第二个奖项 摄影奖 入围的有 摄影奖 入围的有 李明 烟蒂 中国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那干嘛 陈天堡 记录观点 滚滚沙盒 采端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马华 冯信华 公式学生剧展 自由人 阿荣企业有限公司 陈玉杰 林厚城 小之春 中国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陈俊康 许志伟 朱培基 叶道宏 与后交扬 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你比我心哪 自懂得比我多了 得奖的是 陈俊康 许志伟 朱培基 叶道宏 与后交扬 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先名公司反差对比 精准敬畏变换 掌握时代氛围 穿越时空 以锐利独到的镜头画面 还原投射台湾早期传统 制邪产业兴衰 更跨越典型三代同堂家族故事 精辟世界场景调度呈现应景流畅 影像节奏 很紧张啊 没有 另外两位他们现在都在大陆拍戏 所以不客前来 然后 谢谢 谢谢惠玲姐跟小鹏导演 没有 谢谢他们 给我很大的 很大的机会 让我可以站在这里 然后还有 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 然后还有所有演员 给我的支持 谢谢大家 因为猪培鸡猪老师 人不在 我在这里 带他感谢 陈慧玲制作人 导演叶宏伟 还有 余伟燕 和师父 杨汉伟 以及我的家人 跟合作过的工作人员 从他们的声诵 获益量多 希望大家明天会更好 至于我 我当然也要谢谢制作单位 还有导演叶宏伟 还有谢谢评审 对我肯定 谢谢大家 谢谢颁奖人 也恭喜得奖者